没想到日本小学生这么卷 五平小房间满满当当塞了二十人 为了在补习班能有一席之地 个个瘦的前胸贴后背 白天这里是裤裆夫妻的餐桌 晚上就是学生的补习室 今天的考题是裤裆夫妻晚上吃了什么 为了不让学生们猜出来 裤裆夫妻会仔细打扫教室 连电视也遮住不让学生看 厨房也要整理干净 中午吃的咖喱锅要藏进浴室 以防学生闻到就流口水 每周这种事得重复三次 老父亲整天抹布不离手 在家开补习班的罪魁祸首 是裤裆夫妻的女儿裤衩子 裤老师干这件事已经十三年了 父母也有了十三年的保洁经验 拖完地父母收拾收拾就开车出门 把车库让给来上课的小崽子 老父亲被迫在玄关打了一个新鞋架 满满当当二十双鞋 五平空间乌泱泱的一片学生仔 各个体重都不能超过五十斤 一人发一个坑位 一动就撞来撞去 聪明学生从小就会钻桌顶 等老母亲买菜回来 想做饭也不能够 老父亲想上厕所都得排在学生后面 他是懂尊老爱幼的 学生没上课的时候 客厅就是老父亲的天堂 过着躺着看电视的老年生活 库老师攒了十三年外快 终于有了小金库改造房子 抽出金卡一级建筑师四山宝子 宝子一看这家这根大型家还挺像 掏出摄影机就要好好看看 这群小兔崽子到底是怎么上课的 注意看 这个摄影师正在用红外线扫描学生 被拍到的学生全部面红耳赤 使得房间温度不断上升 连头顶的空调都无法阻止他们 专家表示正能拍三期走进科学 他要利用学生发热造出温暖的家 结果补习班下一秒就被炸了 房子没有任何保暖材料 是相当神奇的环境 专家斥资买来新的保暖门窗 保证将房间里的温度完整保留 接着是普通人用不起的隔热材 重点是能吸臭味 您仔细品品 做完还要将水管安在天花板上 据说这样能引进新鲜空气 专家保词此时人远在北海道 专门找工厂定制了四块钢板 此时库当家成功披成上下两层 一层住人二层上课 二层打通以后得有8.5平 专家定制的钢板终于派上了用场 竟然是神奇的冷暖空调 哪个脑子能想得到 冬天注入热水蓄热 动动手指就能设定水温 主要还是省钱 一楼父母的卧室也有一片 房子上下都变成温室 南侧是长条厨房 老父亲的卧室变成夫妻俩的客餐厅 接着是裤裆家头等重要的浴室 重要到老父亲都舍不得用 平时都去附近的温泉泡澡 专家改造后重贴瓷砖 看上去稳重不少 一米八的专家躺进去刚刚好 灯衣室也有一台冷暖空调 专门用来挂毛巾 专家配合补习班做了两块珠算墙 让学生从进门开始就感受学习的压力 底下打开是鞋柜 上头的板子还能挂在玻璃窗上 摇一摇就能变成补习班的招牌 专家还用竹条编出了一款灯状 玻璃窗上是学生一块动手做的小装饰 专家还准备了高尔夫球场同款地毯 满足裤裆夫妻在家打球的奢侈愿望 为此房间的地板都得不一样 铺上专用毛毯后就是全新的客餐厅 地上开小洞 墙边放球杆 手擀完起来跟球场没什么区别 除了屋内还有屋外 专家还怪会整惊喜 两夫妻可以一边喝茶一边打球 尽情享受高尔夫 墙上还摆着裤裆夫妻一杆进洞的奖杯 看完就会忘记这还是个补习班 房子的改造结束了 有棚的停车场变成时髦的露天款 边上那块焦黄的草皮留给学生停自行车 进出十分方便 就是不怎么防雨 周围的树还有定时洒水器 给裤裆夫妻解放双手 玄关拓宽了一屏 方便裤裆家和学生进出 进门就是大鞋柜和大衣架 头上的板块拆掉就是留言板 专家还怪贴心的 把珠算板往门口一挂 就知道这家开了补习班 学生用的鞋柜后面是私人衣帽间 再后面是老父亲的卧室 从入口开始一个门槛都没有 右边是用来生活的客餐厅 对于裤裆夫妻来说还是太大了 老父亲这回看电视有了沙发 电视边上就是心爱的高尔夫球杆 不仅能躺着看电视 还能躺着打高尔夫 原本享受日光浴的地方 打通后成了舒适的阳台 正对室外的高尔夫球场 室内有了冷暖空调 温度永远保持在五月 从客厅涌往直前就是浴室和厕所 老父亲终于不用排在学生后面 浴室从脱衣到洗澡都无敌温暖 墙上是保温瓷砖 模拟温泉垫的质感 裤裆夫妻还依然拥有一间卧室 落地窗外就是小庭院 抬头是用珠算板做成的衣架 给老母亲挂小衣服 房间里还有小衣帽间 连通老父亲的卧室 老父亲的房间有他四人办公桌 享受24小时无温差生活 累了就打开小门 拿上球杆去庭院 走廊边上就是他俩一起拿下的奖杯 从门口上去是二楼的补习班 头顶是用竹边的灯罩 还有学生做的装饰 上来右手边就是学生专用厕所 新教室又能收好多学生仔 头顶就是显示屏 边上是冷暖空调 后面是给酷老师准备的办公桌 头顶是这些学生的名牌 再珠算这块谁高谁低一目了然 拉下来就能换个顺序 显示屏上是珠算技术器 这下考试就更方便了 酷老师后面是私人办公室 墙上能开小窗 没想到日本也有班主任盯梢的后门 改造共计2600万日元 换算的有150万人民币左右 酷当一家三口回家了 这房子改造的真讲究 连门口都有珠算 拉开大门这也太亮了 酷老师迫不及待开班 客餐厅温暖如春 母子俩开启思国义模式 结果还是老父亲会享受 老母亲立马要打一杆 两人以后得打一架 外头的球场才是真的俊 这下又能拿新奖杯 老父亲已经开始分配浴缸的使用时间 啥也不说了 这也太让人心动了 新教师的第一堂课立马开始 学生们没想到一来就得考试 只有小学生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不客气 很多人都可以 以后 下次来 这